84.92啊 目前S2的红夫人技能的话选择带了放狗 这把的话穷者里面有个戒尸 修机速度提升 记者的话应该是带博命救人 牛仔祭司拔高上线 这个阵容不扎实 但这个阵容上线挺高的 上来的话找戒尸 来技能给到戒尸 第一个镜子 娃娃是没有放啊 一刀想放娃扛刀没能成功 那这个娃应该是没了 再补一刀 没有选择打这个娃 机械师可以倒 但是娃不倒 对于穷者来讲 真的可以接受啊 红夫人这边是想放狗咬住机械师 打掉以后 然后抬镜子把这个娃给打了吗 理论上面来讲可以 但是红夫人如果说交镜子 来打这个机械师的话 飞车CD没有好 那这个娃可就保下来了 镜头给到红夫人 这边的话 记者是已经过来了 悄悄的过来蹲着 站着别动 我来帮你 这波娃没有打掉 记者又第一时间过来 有耳鸣 那穷者这个机子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修完的 看一下这边 抬镜找娃 这里的话 娃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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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娃 转个镜过来 能打 能打到 但是记者这边是无伤救人 一刀打中机械师 这波的话呢 其实这个小娃娃扛刀意不大 因为博命期间嘛 这个机械师是肯定走不了的 娃打掉了 机子就不太够 现在总量加起来两台半多一点 二挂也就最多三台 三台不到的 红夫人这里 宝瓶真胜 但是要注意啊 机械师手里有飞轮 有娃 牛仔这边过来打一波 保一波 有飞轮 飞轮顶 可以 那这波人 如果说顺利救下来 求生者 漂亮 这波牛仔真可以啊 这波牛仔的一个操作很帅 飞轮 小钩 玩的不要不要的 一波吃刀 把人救下来 技能给到机械师啊 这波机械师 有操作空间 有非常大的操作空间 飞轮先顶 然后 娃扛 没能扛住 没能扛住啊 牛仔这边飞轮是交掉的 而且牛仔这边有放狗 这边是娃放出来 强行摸一下 但这个牛仔可不能打呀 这牛仔你要打 下一个镜子就找你了 这波其实牛仔第一时间拉开 走的越越越越好 而且机械师的娃娃已经过来 对吧 能多吃一刀了 嗯 我觉得这里找牛仔 找牛仔 这牛仔祭祷赢了 密码机差 差蛮多的 没找到牛仔吗 没找到 哎呀 没找到 这也没办法 我们上帝视角看到这个牛仔的位置的 但是 红缝人这边的话 因为这个地图 它这些大建筑啊 确实 看不到 它也不太敢乱抬镜子 看到足迹了 看到足迹了 看到足迹 牛仔没有飞轮 放狗 两块板子 全下 咬的中吗 咬中 咬中牛仔倒地 基本结束了 除非祭司 祭司这边要不连个大洞什么的 一个镜子台 这里的话 红缝人其实投入的有点多啊 狗和镜子全交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记者就相对来讲比较安全 不过有一个问题就是这边倒遗产了 好 这边倒遗产了 倒遗产 记者再来救一波牛仔 十秒钟有飞轮 平 他刚才的操作呢 这个牛仔救下来有一定的操作空间 能多拖一会儿 但是想走 我觉得不太能行 毕竟这是S2红缝人 他得失误 这个牛仔才能走 祭司的话 要不外面重新修一台吧 这里交个小娃娃 想扛刀 没能成功 好的 两个人都是半血 镜子抬 抬谁 抬记者 对 抬记者 保证手里有人 这个记者是一个薄命加飞轮 玩的也是够 蓄力刀 哎 拿进板子了 这一波还真走了 两个人都走了 有一说一把穷者操作确实打得蛮好的 没什么问题 但红缝人现在可以干嘛 我针对这个记者 记者的道具 第一可消耗 第二记者没有大心脏 对吧 这牛仔 你走就走 抬进来镜头给到记者 好的 倒地 祭司的话 这边来救人 那边的话跳下去再拖一拖 还能打 三人开门站 但是红缝人手里的技能是好的 他可以切 一个洞 第二个洞没有 椅子的话 放狗也拦不住 说实话 就算拦住了两刀把这记者抬了 密码机点亮也能救下来 这边就针对刀 老老实实针对刀打记者 这边他救下来以后看怎么扛刀了 就 一刀 一刀 再追 打了个娃娃 那密码机直接亮吧 直接亮 直接亮的话 第一时间抬镜子 你们非能是地名好的 给我倒 倒完 有狗 有技能 可切 这里不着急 其实这一波的话 这个镜子包过来 其实这一波的话 我觉得第一时间 先不管这个 记者 先去处理到这个祭司 可能会好一点 万一这祭司手里有动能 放狗 放狗的 哇 这边祭司一个洞 前面我没记错 还有一个洞的 哎 这个洞没了 刚才这边是有一个洞的 现在红夫人抬进 牛仔这边小皮边 能勾到吗 这波要是勾到可太帅了 这波勾到 等等 等 防一手 因为红夫人并不知道牛仔到底在哪里 小皮边 没勾到 好的 那最终是拿下了一个多抓 但这个多抓真的不容易 这一把的话 其实我觉得 全者做得非常好 这个记者 这个牛仔 打得非常非常的优秀了 牛仔手里面 还有一个飞轮 觉得自己还能操作 红夫人这边应该显示bug 他的一个技能是交调的 所以他这边的移性 哎呦 拜了个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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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